哈喽,大家好,我是Cody妈妈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这一款长的腰带,比较fashion的一个围裙 需要的材料呢,就是这一些 实际上就是一块32×25寸的布 这是我给大家做的pattern,如果需要的话可以download 把这个布对折 在旁边画上一个框 是11×7英寸 我一般呢,我喜欢把对折以后把这个布固定一下 这里就是我给大家做的pattern 你可以根据这个pattern把它复制在布上 把这个弧度剪下来 如果你家里有旧围裙 实际上用旧围裙做一个样子也可以 然后我们把它剪下来 这就是我们围裙的旧围裙 好了,就剪下来的这一块小布呢 就是我把它对折做成一个围裙的口袋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围裙的旧 弯度呢,这个地方给它运好 双运,第一次倒过去运一次 然后呢,再运一次 这样一会儿便于我缝字 两边一样 然后就这样缝上 现在我们就要准备围裙的腰带和颈部的带子 这就是两寸×60寸宽的一块儿 一根带子,需要两根 然后就像这样子把它对折,然后运好 颈部的也是这样的 口袋呢,我不是已经打好了吗 把中间那块儿给缝上 我很随意地就剪掉一小块儿 因为太长了 把它运好 把它缝起来 这样我们 我一般这样,我喜欢缝两次 缝两次,你看看呢 比较好看一些 这样 然后接着把这个带子给打上 然后接着把这个带子给打上 带子呢,头上端上有一侧呢,要把它窝进去 回车 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 你要是开始起步的时候不太好做 我呢 我呢,就是把它们连起来 打在一起了 就省得那么老去剪线 然后给它整理一下 这样的话就是 有三根 两根是腰带 一根是颈带 有一头是固定的 有一头是 封住的 这样 这样我先把这个 胸前的这一块给运一下 胸前这一块能稍微宽一点 大概是一串啊 你要是,就看你自己喜好了 你要是喜欢多一点 你就把它弄宽一点 都没有问题 然后把侧面先运上 两侧 这个呢,可以稀一点 不用那么宽 就这样就可以了 运好以后呢 一会儿便于缝制 好了,我们这运好了 我们的颈带也做好了 我们就要把它固定上去 注意你看啊 这是比较仔细的一个 活儿 然后你把它放在里面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虚头了 先这样固定 这是侧面 也是一样的 把那个脑袋先把它放进去 待会儿再翻过来 再缝子 这就到了腰带的地方 缝的时候稍微慢一点 回车 这个颈部 这样也是一样的 这个颈部 这样也是一样的 这个颈部 这样也是一样的 正面呢 再把它固定一下 再把它固定一下 一个是美观 第二 还要结实 看啊 看这样就没有虚头的 这是另外那一侧 我再给大家示范一下啊 看这样压住 然后再给它缝上去 这里比较厚 缝的时候稍微慢一点 顶部 颈部这里也是一样的 好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把这个底边 运上 也是一样 我的习惯是 把这些地方都运好 然后再去缝制的时候 就比较方便 而且缝出来的东西 也是比较 鬼整 然后这就是我们 需要用的口袋 同样 先运好 然后把它固定在围裙上 这个口袋的高度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我没有给大家一个特定的数据 我这里的两边大概是七个英寸 顶上呢是十四到口袋的头 然后把它固定起来 一会儿才便于缝制 这是我的缝纫机 带的脚可以打扣眼 打出来呢 就是这样子的 我把它做了三个扣眼 扣子也钉上了 这把围裙 这边啊 就算是大功告成啊 口袋中间呢 因为口袋太大了 我给它缝了一条 可以这样就显得比较看见 比较专业一点 好了 过年了 细细的围裙也做好了 下一次穿着围裙 给大家做一个咳水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